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当升级类股放大它的波动 上下涨幅过大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留心 后续能不能换手成功 如果说这边震荡 然后只是修正乖离 后续有机会再走一波的话 那这样总共认为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格局 但是怕的是这边震荡过后 没办法换手 反而是形成一个出货盘 那这边都要特别留意了 虽然这边前几天的低点 如果跌破的话 这边你就要特别留意 是不是升级类股 已经到了一个尽头了 那如果你手中没有升级类股 众哥认为你这边 也要特别留心一下 为什么要特别留心呢 因为目前升级类股 是一个市场上的人气指标 那这代表了一个主力的心态 那如果说这边升级类股 这边主力放手了 那你就要开始留心 这加权指数呢 会不会跟着回挡 所以你要好好去看一下 升级类股 接下来会不会换手再过高 如果可以换手再过高的话 那就马照跑舞照跳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这边你手上还有升级类股 可能就要去留心一下 那回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加权指数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从这个升级类股 来去推敲一下 这个主力的心态 目前这个加权指数呢 看起来是 虽然是呈现一个盘整的 但是盘整你可以看到 很多个股是轮流的冒出头 那这代表是主力目前的心态呢 是认为说这个加权指数 这个大盘呢 还是一个可操作的盘 那这可操作的盘呢 就看个股的表现 所以这盘呢 只要没有跌回前波的区间的话 中国认为这盘呢 仍然有机会震荡向上 个股仍然有机会冒出头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我们昨天有提到 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所以接下来你只要关心 这两个重点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OP的筹码 这外资在昨天的OP筹码 这是选择群的筹码 有一点异常的现象 跟它过往这个布单的情形 不太一样 过往这个外资在选择群布局的是 BuyCore、BuyPut两边同时买 但是昨天有点诡异的事 竟然没有这样子做 那所以呢 今天的筹码就非常重要 因为这边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有一个连续性嘛 如果今天筹码还是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就要开始推敲一下 外资的心态是什么 尤其是这边 亲自大交易人的布局 也是呈现一个空单的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仔细推敲一下 筹码有没有一个连续性 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生机类股嘛 如果它有一个连续性的话 代表说资金已经开始撤走 跑到电子股身上 所以今天的筹码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回过台我们看一下一些 一些个股 这边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这边要与其往人多的地方 你与其往这生机类股去 去挤这个窄门 或是往这LED去挤的话 这边这种认为说 可能是有点磁力不淘的事情 因为风险跟报酬比这边 都不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那你与其往这方向去走 你不如去留意一下 下半年会涨些什么股 下半年哪些是重点题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LED多半是呈现一个怎样 开高走低的情形 包括2448的金电 4956光宏 或是6706的惠特 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就是说要往哪个方向呢 中哥这边还是要跟恩大讲 回到先前的一个看法 这边就是聚焦在这2020年人大的报告 那人大的报告到底是要发展什么 第一个是5G的基础建设 我们都知道美国制裁华为 所以这个5G呢 在中国大陆会如火如土 加速的开台 所以5G的基础建设 这边相关的个股 你就可以多留意 好比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这同波基板 你被人家好好去留意 因为下半年会迎来一个爆炸性的成长 再来这新能源事业就是电动车 还有这个充电床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汽车领主件 那特别是在中国营收占比高的一个公司 这个在下半年都会是一个重点 那为什么说中美两国 这边都是实施一个宽松政策 那为什么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这个中国一个人大报告呢 中哥这边跟大家做个说明 因为美国这边是搞一个暴力救世 什么样的暴力救世 就是大幅的印钞票 那大幅的印钞票 但是实体经济却没有这样的未融 没有这样的容纳量 所以大部分这些钱都跑到金融市场 所以可以看到美股是一路的往上冲 但是这个是会有后遗症的 钱没有办法跑到实体经济 没有办法跑到制造 没有办法跑到生产的话 这后续都会是一个很麻烦的 你可以看到2008年这个中国 也是这样大举的印钞票 然后奋不顾身救了全球 但是它的后遗症到目前都还存在着 所以这次中国大陆不搞这个大水曼贯的 就大水曼贯印钞救世 它反而是把重点聚焦在这实体生产上面 所以实体生产才有机会怎样 让你的股价走得远 让你的股价这样爆起来 你会爆得比较辛安 所以下半年这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 朋友朋友你不妨利用这个周末 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个股有哪些个股 或是你可以加入中国Lite跟Telegram 掌握一些及时的多空讯息 这样一个群主人你一定要通通都把它加入 那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拜拜 感谢龙哥的分享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